Hello,大家好,我们通过前面四节课已经掌握了蝴蝶的具体剪指的方法 今天这节课呢,我们是把简单的图案做成连续的图案 也就是说把蝴蝶和蝴蝶连起来 连接的方式可以横一排连接,也可以纵向连接 很寒可以圆形环状连接 我们今天就把这三种连接方式教给大家,先做横向连接 横向连接的时候把纸对折对折,你想剪几个你就对折几下 然后最后在对折的时候就是半个蝴蝶的宽度 然后再按照我们之前教的蝴蝶翅膀啊,蝴蝶的躯干,还有蝴蝶的触角 我们把它这些部分都一一剪出来 它是靠什么部分连接的呢?就是靠它翅膀的边缘 我们把连接点放在大翅膀的最外侧,那一个地方是不要剪断的 所以我们打开之后,它就是一个连续的蝴蝶的图案 下面我们来做纵向的连接 纵向连接分为蝴蝶触须连接和蝴蝶小翅膀连接 先做它的头部连接,头部是靠它的处须连接的 因为处须要比它的脑袋要长一些 我们在剪处须最高端,最高最顶端的时候 那一个部分是连接点,不要把它剪断 其他的部分就按照之前我们讲过的蝴蝶剪法随意来创作 最后我们就把它打开看一下,这个蝴蝶是靠处须顶端的两个小连接点连接在一起的 剪完这个顶端连接的蝴蝶,我们来剪它的尾部连接 它的尾部连接也不能靠它的尾巴尖来连接,尾巴要低于它的后翅膀 所以我们要用它的小翅膀来做连接 把小翅膀的最末端作为一个连接点来处理 在我们剪的时候就是要注意给它设计一个连接点 把小翅膀剪的长一点到达最最底端折叠,做那个折叠处的那一个地方 我们下面来剪最困难,最复杂的一个叫环状连接 我们来做那种团花剪纸,一般就会用到这种方法 我们先折叠成五半,就是五角形的折纸方法 我们把那个点找到对齐顶点 然后再把多余的部分折到背面 然后把这个两两分成对等,再给它折过来 然后把多余的部分剪掉 剪掉之后我们来画图案,就跟之前我们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想把它做成在一个圆形中的五只蝴蝶 我们就把两边留相等距离,画一个弧线 然后设计的时候,你可以让蝴蝶的翅膀来连接 也可以用蝴蝶的处须来连接 左边的图案,我是设计着用蝴蝶的翅膀边缘来连接 但是这样的一个缺点就是蝴蝶的形状 跟它的边缘结合太紧密 我们如果不分开看,就很难发现蝴蝶的样子 很容易看成是五半的花 当然这样也是一很有趣的图案 在这一次我示范的时候就是设计了一个用它的处须来连接 用处须来连接上边的那个边缘 然后呢,在把大翅膀这个边缘剪分离之后 我们来小翅膀再做一个连接 这个小翅膀连接的时候 要注意这个边缘,不要给它剪断,剪到头,剪到位 然后最后我们给它留出它的尾巴 小尾巴尖,还有身子给它隔离开 这样我们打开来看一下这个蝴蝶 是不是更加清晰一点 我们剪脂也是在不断调整中变得更加的完美 你看它现在是不是比左边那个蝴蝶和蝴蝶之间的距离要清晰了 好了,连接蝴蝶你学会了吗? 如果有什么疑问,请记得留言哦 谢谢观看